台中传出 校园出现了两起感染梅浆菌的个案 引发外界担心 这梅浆菌是不是入侵校园了呢 对此机关署副署长罗一军特别发布声明澄清 梅浆菌一直以来都是校园学童当中常见的致病菌 也强调目前在台湾是属于低度流行 每天三不五时就在咳嗽 一路咳了两个月都不见好转 最后低血快筛 确认是梅浆菌感染 但除了证明小二男童 台中市校园一共通报 两起感染梅浆菌个案 让不少家长担忧 能要在中国流行的梅浆菌也入侵台湾校园了吗 甚至在脸书上库文提醒病菌已经攻入了 对此机关署特别发声明表示 梅浆菌长年以来一直是校园学童常见的致病菌 要入侵校园一词实在过头 不算是梅浆菌入侵校园 而是梅浆菌一直都有存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最大量的是落在那种幼稚园中班到国小二年级 比目前流行的状况的话 他也没有说比其他的像线病毒啊 或者是流感啊新冠没有比他们更多 一切纷纷跳出来澄清 而卫福部ACIP小组造集人李秉颖也直呼 梅浆菌之乱是吵过头 因为梅浆菌每一年都会流行 现在亦复如是 反而要担心的是专门用来治疗小儿 梅浆菌感染的抗生素原厂的热出药水 在台湾已经缺药一年多 用药师反应第一线用药 红梅素早在两个月前就叫不到货 每个月是4680瓶 那今年每个月是 总计是8090原厂药品 去年增加大概是1.3倍 决定药也增加生产 而面对梅浆菌时在太难诊断 医师提醒除了做快筛辅助 还是要以临床症状配合才能做判断 像是肝壳超过一个礼拜 没有痰跟鼻涕 就要高度怀疑尽早投药治疗 记者未挺王秋明的报导 继续 中文字幕 李宗盛